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罗斯已经今天到达了北京 据说罗斯美国商业部的美国商务部的部长老板 他带着50人的团队到北京谈判 要谈三天 对头算三天 谈的细节就是当时刘鹤 在两个星期前刘鹤来的时候的承诺 说要大规模的从美国进口货品 那罗斯就要来列这个清单了 在列清单之前呢 川普挺哽 又加税500亿的货品 征收惩罚性关税25% 针对性极强高科技产品和与中国制造2025% 直接相关的中间产品 中间产品就像 怎么说呢 一个兰花 它不给你土 它只给你种子 它把那土加税了 没这个土呢 种不了这兰花就这意思 那你 他说你有兰花吗 有 长不了 没那土壤 人家这不是梗吗 所以这个赶上一些生意人就这么就这么梗 所以他还真正要加税的内容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川普在做法上呢 完全不是一个政客 就是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 所谓那种精明人的精英阶层的政客 结果他也在今天对欧盟 加拿大和墨西哥 钢铁制品和铝制品 加征惩罚性关税 10%到25% 把加拿大总理都给气疯了 他昨天夜里公布的 今天开始执行 对头算大概36小时 没这么干的 他就这么干 我眼睛里 他是给罗斯到北京谈判 做了个借口 对吧 那北京会说 你干嘛对我征收关税 他说没有 我今天已经开始对加拿大也征关税了 他为了堵人家嘴 咱说句不好听的话 习近平明知道他在堵嘴 都说不出这话来 那边谈完了 牛奶他回来赶撤了 加税一个星期 他明天就撤了 你不信 跟刘鹤谈判 谈完了 说贸易战暂停 那在声明中说的 说完之后牛脸 他就他也没说我贸易战重开 他说我加税500亿产品 来加惩罚性关税 他这么个人 那你这事不好办了 对吧 共产党习惯了黑箱做操作 他们家那箱子开着门 但你永远不知道里头装的什么 这就是川普 你也不知道他要开哪个门 你也不知道他要他今天说翻饼 明天说烙饼 后天是油炸饼 再后天是葱花饼 然后他跟你说我捞大饼 是烙饼 那饼可不一样 就像喝咖啡似的 是喝咖啡 那咖啡差距太大了 全世界都有几百种咖啡 都叫咖啡 对不对 你这事就不好办 就这叫香炉 说买个香炉 香炉差距太大了 里面包含着不同的文化 包含着个人的品味 包含着制作者本身 他对香炉的理解 他对历史痕迹 历史文化的那种 那种感悟 他有没有一种 内在的生命的含义 那买者就制作者 卖者跟买者之间 这样的平衡点 你怎么说 所以川普用的一套呢 是真实人的一套 你再不习惯 那他是真实人的一套 他没他跟这个哈佛学的这个两码事这个 哈佛毕业的没做老板的 做老板的都是哈佛辍学的 所以文凭就那么回事 那这是今天 所以我说新闻有没有热点 很难说了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见怪不怪 但有一个比较奇怪的 今天在包括BBC都登了 齐达内 法国当年的中场的球员 那他带领皇家马德里队 连续三届欧洲聚落杯冠军 应该是创纪录 没人想到他在 他跟皇家马德里队的合同 是2020年到期 结果他在庆祝的新闻发布会上 突然宣布 辞职 不干了 给皇家马德里队的老板 求援都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惊 我当时看过之后 看他这个说法呢 我多少心里有点 我说还是齐达内 还就是齐达内 为什么 我在他跟皇家马德里 跟英国利物谱踢的时候 我们早讲过 我说皇家马德里踢球脏 这场球踢下来了 在德国媒体报道 齐达内辞职的消息的时候 下面放的就是拉莫斯 把这个拉萨 给把胳膊被拧伤的那张照片 明眼人都知道他下黑手 明眼人都知道他不地道 不爷们 流氓 真的 我跟你说 这个做法就是流氓 中文的话叫圣之不武 那是众目睽睽之下 你夹着人家的胳膊 愣给人家把肩肘给他扭伤了 然后你踢影了 你算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当时 我跟大家评价的时候 我也说 我以齐达内在当时 法国队踢球的时候 当年他做队长的时候 是他带队把这个巴西队踢败 在世界杯上 所以法国得获得了冠军 当年 我忘了当时的教练是谁了 而在齐达内之前呢 是普拉第尼 普拉第尼跟当时的巴西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季科 叫什么 科尔考叫什么 那三驾马车 还有荷兰的三剑克 阿根廷的马拉多纳 那是一辈的人 其他那比他们晚了一辈 一辈多 大概是 但是今天的法国队咱就不熟了 我个人 你让我个人讲 我个人也不太熟了 但是他在当年在踢球的时候 很男人的 很男人的意思就是说 很绅士的 他不会在 一定在一个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 但是他带的这个皇家马德里队 是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 这个球队的整个球风就是这样 我以为整个球风 所以这是我提出的质疑 为什么这么一个教练带出了这么一帮人 而这场比赛里面 在我眼睛里 应该我一直怀疑其他那动脑子了 就是为了获胜动脑子了 前后拉萨被伤出去之后 他自己的球员也就受伤出场了 换了 一对一你没得说 那如果其他那动脑子了 我以为他这脑子动在这也就这样了 挺完美的结果也完美了 但他突然的辞职 我以为跟这东西 跟这场球的胜利有关系 无论他的良心也好 无论他的看法也好 他跟球员之间的 比如说他跟拉莫斯之间的 拉莫斯的做法 他是否赞许 很难说 西方职业球员 他的职业水平表现出 我来就是踢球的 我来就是来挣钱的 我不一定跟你是朋友 在一个球场当中 在一个队中 他无论怎么踢 我也不一定跟你是朋友 我们可以一块获胜 但不一定是朋友 这是在西方的价值观当中 我个人看到的比较多的 所以拉莫斯协助他获胜 但他未必买拉莫斯的账 就是我说的圣之不武 圣之不武的概念 这里就是一个做人的概念 一个对生命认识的概念 什么东西你不能胡来 你胡来了呢 但今天胡来能够获胜呢 魔鬼正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这就我说魔鬼的概念 就是不择手段 毫无顾忌人性之理念 之道德约束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觉得从浅层次上说 你完全可以解释成这样 当然你从更深的层次上 你可以解释不同的 所以我以为其他内辞职 这个事倒在各个媒体中都登了 因为他在鼎盛的时候 他带着带着皇家马德里队 带了几年 三年是四年 拿了九个冠军 拿了九个冠军 那个是是相当了得了 这个好像没有哪个教练 能带出这样的水平来 但这个时候他他撤掉的话 我以为在皇家马德里队 我们公认的某些相当负面的做法 其他内的退下 就是激流勇退 一个男人懂得激流勇退的时候 有着他认知的一面 有着他超越别人的一面 这是肯定的 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把事情做老了 就是把自己的好东西都给耗没了 做不下去了才走 做不下去了才走 怎么说呢 英国的阿森纳 其实阿森纳的主教练就有这种氛围 他给英国的足球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他没见好就收 那阿森纳结果就变成 他自己变成了鸡肋 但是他曾经的辉煌是无人能比的 这也是事实 他带领阿森纳曾经38场球 一场都没输过 那个就太难 那相当不容易了 但他能做到 所以他并不能再 但能做到这一点 但他不能做到激流勇退 那齐达内呢 没有做更多的解释 所以才成为爆炸性新的 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 齐达内的 我对他的印象呢 因为前一场比赛呢 而稍微好转一点 因为前一场比赛的过程 在我眼睛里 我以为他动心思了 就是他耍手腕了 拉莫斯的做法 那个球员的受伤的倒地 里面包含着阴谋 我以为里面包含着相当的阴谋 在前30分钟 利物浦压着皇家马德里打 罗纳尔多根本拿不着球 根本就没球 所以而利物浦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很人性化 很情绪化 很激情化 受到打击了 他就觉得没劲了 那球踢起来 他就会踢得比较费劲 所以其他那知道这一点 反正苍天在上楼 如果有老天爷在 老天爷都看得真真真真真的 对不对 任何事情没有对错 不择手段获得自己要得到的 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恶 就是恶 所以这是我说 这叫魔鬼正在统治着 我们世界当中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个 周末了 星期五 中兴 中兴呢 今天被澳洲媒体揭露 今天 中兴公司打着半民营的概念 实际是中共的军事的间谍机构 最前沿的间谍机构 而这一份说法 是被用在了澳大利亚的法庭上 作为证据 作为证词 拿出来的 而事情的发生 发生在美国的德州 在法庭的指控文件中说 中共 他说叫中共国企 那其实中兴呢 带有半拉民企的概念 成立的目的之一 是作为中共军事情报机构 在海外进行间谍任务的前线 设计对海外竞标项目进行贿赂 出现在美国法庭的德州 法庭的证词上 那这个东西这么出来的话 我相信 它的打击性巨大 对中兴的打击性巨大 这种东西出来之后 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对今天的 今天中兴的状况呢 乌漏又逢连英语 放屁砖砸脚后跟 不好的词叫落井下石 另外词呢 就是雪上加霜 澳洲商业媒体 他叫澳大利亚金融回顾 大概是 如果你这么硬翻的话 澳大利亚金融回顾 5月31号报道 有个时差问题 这份被提交给德州 达拉斯第191地区法院的文件 记述了中共电信巨头中兴 如何用钱进行收买 企图赢得在非洲合作的 项目的合作合同 同时指控中兴通讯之所以成立的 目的之一 就是为中共军队做间谍活动服务的 那这个概念就太直接了 那这个概念出现在德州的法院上 将很快被用在美国的参众两院 在有关评判华为和中兴手机时 中兴通讯时 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强有力的证据 昨天晚上NBA在进行总决赛的第一场 在NBA的总决赛的插播的广告里面 华为手机非常的猖狂 华为手机非常猖狂 那因为那个负责转播的是ABC 美国ABC电视台新闻网在进行买断的转播 那华为要花大价钱 而华为现在同样正在遭受 美国诸多部门在联合的调查组调查 中共航天部成立的中兴 将其作为输送中共官员到海外的前线 在这些官员在非外交身份的掩护下 比如科学家商人和公司高管 在国外进行情报搜集 那这是法庭文件指控啊 如果这个文件有问题作假的话 那是犯那是在在在美国的社会中 那是犯了天条了 他没有十足的证据 他不会这么说的 那这里直接表明是把中共官员 送到海外的前线 那也就是说中兴集团 其实包括华为集团 他被派驻到海外的人 几乎甭管他的表面身份是什么 这点衣服是什么 他里边这块臭肉是为党服务的 他里头他讲的意思是这个了 那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打击性太大 我只能说这样的打击性就会太大了 这确实是 因为他他表 他表明包括科学家商人和公司 高管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整个中兴公司在海外的职员 都有可能被质疑 都有可能被他所在国家的安全部门 被登记 被调查 被注册 被注册 如果这件事情被证明的话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 那国家安全部门有责任 面对这样的 这样的资料的披露 为了国家安全本身 而进行相应的行动 那国家安全机构就是干这活吃这饭的 那就是干这活吃这饭的 所以你没什么可讲 这些指控比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 一份有关中兴的报告更加深入 而且尚未被该公司作为法轮 法庭诉讼的一部分驳回 也就是说他作为证词的一部分 递交到法院 而法官完全接受这种说法 没有说法官没有不接受这种证词的 所以如果在这件事情坐实了的话 那中兴再接难逃 华为中兴充当中共政权 监视美国公司的工具 这是他的定论 那这个东西要这么讲的话 那华为就死了 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说 华为的出现 跟习近平的着急 对不起 中兴的劫难和习近平的着急 完全暴露出中兴公司 对中共政权的生存有多么的重要 当他这样的暴露 暴露出来之后 这种做法出来之后 那中兴已经失去了 他在海外的原有的能力 原有的作用 同时把他的真相披露给 正常的社会和国家 那作为商业机构 他遍布世界各地 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通讯商 中兴是第四大 主要是这个叫电信塔 除此之外是爱丽信 爱丽信和哪来的 和另外一家公司 忘了 两家欧洲 是四大公司 两家欧洲公司 一个是瑞典的 那个我忘了 两家中国公司 纽约时报讲 2012年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10月份发表了一篇 一份措辞严厉的两党报告 指责中共两家最大的电信公司 华为和中兴 充当了中共政权 监视美国公司的工具 你就可想而知 2012年当时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奥巴马政府没有什么太多的作为 真正作为的 我们现在看到 是共和党 该委员会经过一年调查后的结论 华为中兴通讯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他们试图搜集美国公司的机密信息 当时的委员会主席是 迈克罗杰斯 他自己讲 已经让这些公司转告中共政权 如果想在美国做生意的话 要停止入勤美国公司和美国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 那当时就这么讲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 华为在美国NBA的球赛的 总决赛的电视当中 他的广告占据首位 作为手机的制造商 我昨天看到了 华为的手机跟索尼的手机 在抢这样的黄金地段 黄金时段 在播广告 在播广告 所以我说那是他投了大价钱 至于说华为能否抢到美国市场 我不知道 而华为自己已经退出美国市场 他宣布退出美国市场 而在美 他华为手机在美国的份额很少 但他现在为什么再次以这种大规模的概念 进入呢 进入这个 进入美国市场呢 我以为可能跟中兴被打有关系 就是中兴被打了 那习近平在努力 自己亲自在努力 但是呢 生死不知 那华为在这个时候 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中共的利益 强行进入 美国消费者的视野 这是有可能 当然有人会说 他可能是为了国内转播吧 因为国内很多人看NBA了 为了国内转播 来拓展国内市场 你可以这么说 就像在英国的 英国的这个球赛的场上 你看到很多中国人 中国生意人的品牌的广告形象 我个人都看不懂 我这都什么东西 那英国人哪看的 是用英文中文的 它是为了国内转播的 我觉得那是有可能 但是呢 漏槽打兔子 这种事情 它有着伴随的作用 华为中兴在美国出售建立 和使用无线网络 所需要的电信设备 比如说 它叫 维瑞森 和AT&T使用的设备 都是这两家公司的 但由于这两家公司 跟中共关系密切 已经引发了美国政府 对通讯安全的担心 情报委员会讲说 中共长期 大量贴补这两家公司 中兴的财务报表 一直是赔钱的 那 川普放声中兴 要求13亿罚款 而在一年前 一年前吧 中兴刚接受了一个13亿罚款 12亿罚款 给了9个亿 另外3个亿还正在拖着 这个钱都是从13亿美金 你加起来25亿美金 25亿美金 你乘以6 乘以6.5 25亿美金乘以6.5 18亿 什么18亿 150到160亿人币 吴小辉个人吞掉的财产 没够上数 现在吴小辉不干 还打官司 就这么回事 那他一直在讲说赔钱 财务报表赔钱 但可以爽快的接受美国的罚款 你只要不让我出去 这是中共的方针政策 它的方针政策 透显出两家公司在中共生存 就中共政权的生存的概念上 它是至关重要 西方国家对中兴带来的安全极为警觉 24号 5月24号 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 法案应该是2019年的 禁止美国政府和联邦资金接受者 使用华为跟中兴的技术 这是老新闻了 4月份商业部宣布 对中兴的直接的惩罚 英国对中兴的措施 禁止英国公司使用中兴设备 澳大利亚民政事务部表明 澳大利亚正在考虑对中兴加以制裁 所以 其实中兴跟华为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阻击 遭受阻击的原因是它背后中共政权 而习近平对中兴的反馈表现出打死中兴和华为 可能就造成在中共境内中兴和华为所连带的 它的下线的服务商 不对了 应该是它的下线的产品的受用者 中共政权的政府机构 军事机构 经济机构 通讯机构 它的全所有 全部门机构 甚至各政法委的社会稳定的监控机构 都可能带来致命性的伤害 如果中兴跟华为同时停摆的话 可能就造成整体的致命性伤害 而这点我是说 我认为是习近平不合时宜的 就是不合中共时宜的 不恰当的这种忧虑 他表现出来的 中兴跟华为在他们统治者眼睛里的 他实际的作用 中兴被控在海外竞标进行贿赂 澳大利亚 这份澳大利亚媒体接着说 被提交给德州法院的新文件中 概述了中兴众多腐败丑闻和间谍指控 让中兴的未来何去何从更加的不明朗 他被指与18个国家的腐败 腐败丑闻相关 我觉得这凶多吉少 你知道华能应该叫华能 华能他出事 就是老板被抓 和他整个现在被托管 就是因为他的老板叫何志军 何志华 胡惠中的先生 在联合国向非洲 两个非洲国家的首脑行贿 大概涉及到200万美金 而行贿的汇款是透过美国银行 商业银行汇出去 就是货款经过了美国银行 所以美国美国联邦政府抓他 你用了我家的东西 我不管你给谁 你在我家的土地上干这种事 我就抓你 那这个胡惠中的先生先被抓 那华能出事在后 但这里的指控 中兴的指控 被指控与18个国家的腐败丑闻案 有关类似华能 但是华能他只是牵扯到一个公司腐败问题 这里面他牵扯到具体国家的安全问题 那概念就完全不同 那在他的法庭文件中显示 两位利比里亚电信公司的高管 在声明中披露 等于被他客人给卖了 利比里亚电信公司叫LTC 说中兴给他们的贿诺是 如果中兴成功将已经营标的美国公司 叫UTE 给他挤掉的话 他们美国人将获得竞标合同价值的5% 那这个说法就很特别了 因为他是利比里亚的 该公司的高管 而这是美国公司本身 他已经获得了这笔合同 那已经获得了这笔合同 为了挤掉他 而给个人钱5%提成 合同价值的5% 100亿 100亿每个人给5亿 就说这意思了 律师Richard自己表示 证据显示中兴参与了一个全球腐败和贿赂模式 那这个罪名很大 全球腐败和贿赂模式 那这个这个罪名大 而发生在美国公司上 而法庭是美国德州的法庭 而被打击被制裁的 就是被揭露的是中兴公司 我说了乌楼又逢连运语 放屁砖砸脚后跟 这个东西出现 在照正常的理念上说 川普没有任何能力 川普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法庭的判决 而法庭接受了这样的证书 如果做出判决的话 相信美国立法机构 众议院参议院 相关的机构 就会把法庭的文件 证词文件当成证据 那会对这个中兴 造成绝命的 应该是相当绝命的追杀 相当绝命的追杀 这个东西 这样的背景出现的话 大家看到一个场面 习近平越折腾 中兴死得越快 他是对等出现的 而这个东西出现在 德州地方法院里面 191地区的地方法院里面 川普根本不知道 联邦政府根本不知道 对吧 他是一个法律的进行的过程中 所以你看到 在根本川普失控的本身的角度 就是川普控制不着的角度 在美国政府 美国参议院 美国政议院 美国地方法院 美国具体公司 都在一个时间点上 把中兴当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把中兴当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这是今天的看点 而偏偏的中兴却把习近平本人调起来了 他自己说话 他自己求情了 他自己表态了 那如果这个证据是确凿的 习近平 以中共背书之下的习近平 对中兴的任何袒护 都是对全球的腐败 与贿赂贪婪的 做法的一种辩护 这个罪名 这个意义和罪名很大 这位律师原来是法官 他说中兴利用贿赂 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的企业构成了不利影响 他们不会公平竞争的 他们只是在买合同 我觉得这个东西描述的相当对 他们在买合同 他们是山寨来的 他们是土鳖来的 对吧 他们土鳖山寨 我爷就有钱 你不用跟我递格 我就有钱 所以中共的做法 中南海的做法 就跟西单西四的流氓是一样 跟西单西四的流氓是一样 跟这个雅宝路那边打架的是一样 抢会的是一样 西单西四出流氓 北京39中学不是流氓 就土匪 那是在匪街边上 那雅巴路一带呢 就是美国大使馆所在地 那地方竟是抢外汇的 抢外汇的意思就是抢美金了 那不是流氓就土匪 所以中南海的做法 跟那边跟下面做法是一样的 就像我说的 中兴的企业 跟当年印文化山 印公牛头一样 你看公牛头 他就挣那么多钱 偷人家的东西 剽窃人家的东西 你看中兴 他也挣那么多钱 所以他不用去学习 不用动脑子 只要能够把人家东西骗来就成 那这是今天的 中共政权下的高级动物的价值观 他的生命的价值观 他的成功的写照 他的一切作为的一种标准 所以这我们讲说 人坏了全都坏了 人坏到什么程度上是最坏呢 他说自己是不是人叫高级动物 那不就变成最坏了吗 他是个人 他把自己都说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那你没见过正常人这么干的 没见过 而我不是人的说法 是从小学开始教育 说你不是人 你叫高级动物 你真不是人 你真的就叫高级动物 没见过这么抽羊角风的 见过混蛋的 没见过这么混蛋的 对不对 见过混蛋的是人 这么混蛋的不是人 他是教育 教育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出的教科材料 让全国人民从一开始小学六年级 就开始说自己不是人 邪了门了 我跟你说 那才真叫邪了门了 你想吧 你琢磨琢磨 这东西不要文化 这种知识越学越混蛋 有时候说说我就来 越学越混蛋 那人出来就那样 所以那中兴多大的买卖 对吧 那你说他干这种事 他说我迫不得已 挣钱的时候是迫不得已吗 外头嫖女人的时候 女人玩你的时候是迫不得已吗 那叫生命的原始动力 他的动力是恶的 在发给该媒体的一份邮件中 中兴否认所受到的间谍和腐败的指控 中兴否认这种说法 深陷贿赂丑闻的中兴通讯 在4月中旬遭到美国制裁 但仍然在竞标澳洲的一些主要项目 包括澳大利亚电信的5G网络 和西澳的一个运输合同 所以5G网络运输合同 中兴跟华为渗透在一个国家经济建设中 各个部门 反过来说 中兴和华为渗透了中国境内的各个部门 所以今天川普真的掐死他 等于半拉中共的运作 全都死掉了 摊掉 这是今天真正我们看到 我在我眼睛里这是真正的现实啊 这一份现实对中共是极其残酷的 2018瞠目结舌 我一直跟大家说 大个的没出来 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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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